这个做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往下 再继续往下 再继续往下的话呢 是做什么呢 下面呢 有很多个向下的一些这种数的东西 也简单 从我们的正面 画一根线条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给它放到哪里来 那我们能看得到的地方 对吧 它就开出这样的效果吧 但是它比较细嘛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调整我们的见像厚度值 这样子的 对吧 好了 做完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轴 影响轴打开 对齐到哪个身上面 它 它的上面 关掉 工具 阵列 旋转360度 预览一下 看一下啊 感觉数量还是有一点点的少吧 呦 出来 出来 怎么样 选择它 然后呢 工具 阵列 这样呢 预览一下 它不是这个轴 一个是哪个哪个轴呢 是这个轴 我们可以试一下 哎 不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轴 轴点的含在我们物体本身上面 我们需要把它对齐到它的身上 我再关掉 刚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对过去 那我们再工具 再进行证明 再阅远一下 好看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但它的数量比较小 我们给它调到30 好 ok 正好 点击确认 对吧 好了 我们现在的话就做完了 嗯 好 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呢 咱们全部取消一下 再看一下它的效果 先把它啊 先把这个东西呢 对齐到它的身上 然后再我提一点点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物体的话呢 轴啊 对齐到它的身上 因为 因为为什么要对齐呢 因为我们要这样转嘛 对不对 我们要这样转嘛 我们要这样转嘛 对吧 啊 我们先放到这里一个 然后呢 把轴改成局部 啊 这个轴呢 咱们没有讲过 咱们待会 来详细的讲一下 啊 过来 然后呢 它呢 要超过去啊 然后我们选择 它的顶点 啊 选择我们的面 啊 跟我说转 大概要在这个位置上 对吧 一定要超过去啊 然后穿过这个管子就对了 好 对吧 嗯 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旋转缩放啊 从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啊 后面的话应该就没有了啊 这边呢 我们再来一个 啊 但是这两边的话呢 那你有注意没有啊 它超出来了啊 这边呢 穿帮了 因为这边呢 我们也看不到它 所以说我们直接选择 别的哪个删掉就可以了 把这个头呢 给它全部删掉了 还有这边这个头呢 也要再删掉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它呢 对吧 对吧 我们也不需要给它做了 啊 就是欺骗一下自己了 好 好 好 OK 对吧 下面这部分就做完了 因为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能看得到的 所以就不能删吧 好了 那这部分做完之后呢 咱们开始做一下它的 然后咱们把这个壳呢 再继续呢 隐藏起来啊 没有什么用 这它上面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感觉 就是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有和线条一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先把 它的后面的这个感觉呢 我说搭一下吧 在它的以上的一个部分 咱们可以用 这个面吧 这个结构呢 复制下来 好 有一个这样的 但是它呢 是比较薄的 没有这么厚 我们可以再把外部 让它提到一 稍微薄一点的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咱们先把壳给它删了吧 咱们先看一下这边 我们现在有一个单独 这样这样的一个东西 咱们这边是值得 到这边的话 它有点这种啊 不规则的泡面嘛 对吧 咱们主要讲不规则的泡面 从这里呢 顾例出来 爱之键加C键 啊 画一些这种不规则的 这种泡面的一个感觉 啊 把这个面的删掉 然后全部取消 一场来看一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去加一个壳的面量 ok 那第一层就做完了 对吧 但第一层之前做完之前呢 好像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好 关于这个感觉像个葫芦一样的东西 该怎么做啊 啊 这地方会比较难 咱们先不管它啊 咱们先不管它 咱们先把这个东西 先我去搭搭一下 第一层 然后呢 第二层 全部取消一场点右键 点右键里边呢 这个位置 有一个全部取消一场 好 顾例出来 然后呢 我们用它的顶点 啊 画到它的顶点部分 然后呢 往这边去铁 啊 就是说让我们这边能再更加和其他地方呢 不一样也行 对吧 我有感觉它上面和下面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反正还是去要全部取消一场点击右键 对吧 好 两层出来了吧 好 第三层的话这边就没有了 然后第三层的话这边就没有了 咱们给它站网口去复制一个出来 啊 嗯 好 再复制复制一层出来 嗯 那么这边没有的话呢 咱们待会再来说它吧 嗯 OK 咱们把这三层呢 全部选择中 包括这部分呢 也给它选择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了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后面呢 有一个这种效果 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呢 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啊 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呢 有这个面面吗 没有啊 还没有做 那这个面面咱们回头再来讲好了 咱们就用我们这个最简单的四路去做 用一个圆柱体 然后在它的下面啊 它要包住它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往里面走一走 大家知道 就在这个这个位置上 好 放到它的上面 我们也不用做个一模一样啊 因为做一模一样 对你们来说难度太高了 然后咱们把它呢 做一个这种 先做一个这种挤出 对吧 挤到这里 挤出来之后呢 再往高去挤一点点 然后呢 再缩放一点点 然后呢 再往高去挤一点点 好 大概到这个位置 好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效果 只不过呢 这个边的是圆的 所以说我们用点右键 用个切角啊 我们看一下切角命令有没有啊 切角 然后有的 对吧 好了 咱们用切角命令的话呢 调整这里边的参数 第一个呢 调整我们的这个这个参数 就是说它们两个的距离 第二呢 它调整我们这个中间啊 有有多少个分段数 我们也设置为三个 好了 做完了 对吧 做完之后呢 因为我们要做抛面吧 对吧 抛面的话怎么做呢 啊 很简单吧 对吧 我们看一下啊 做一个这种长方体啊 把它的 抛开 好 装上的可边这边行 选择我们的面 这个物体和哪个物体进行 进行 进行一个运算呢 和我们这个圆柱体吗 对吧 啊 从我们这里开始啊 从这里开始 保留它啊 进行一个 布尔运算 复合对象 布尔运算 实际操作 操作对象B 选择它 对吧 你看啊 这种一个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的内部呢 这些一个删除 抓上了壳 壳 另一个边行啊 然后选择我们的面 把里边的这些面呢 都把它删掉 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空壳子 别再删了它 删了它之后呢 咱们再做什么呀 再做一个叫做 壳子面 然后给它加一点点的厚度出来 然后加一个内部量 对吧 好了 那这张就是说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制作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面呢 会有一些这种穿光效果 而且我们这边呢 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们选择对边形啊 把我们这边的没有的面呢 给它删掉它 把这边呢 一个再干掉了 嗯 这边就不用干了 这边不用删了 咱们把这个点呢 直接啊 拉回来就可以了 好 在我们的这边呢 看到没有 在这边 有点 有点这种穿光效果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用s加加c键 从这里呢 加一个顶点出来 这里到这里呢 加一个顶点出来 然后呢 选择我们这个顶点 往后拉一点 便宜 好 对吧 就就看不到了吧 后面的话 下面呢 他也他也 他也基本上看不到了 不用管他了 OK 全部取消隐藏 这个做完之后 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 基本上 就是说 大面上的东西呢 就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剩下的东西的话 它都是这些什么东西 来我们来 抽一样 首先后面有一个这种 感觉像长方体一样的东西 到到这边 这边呢 有一个感觉和机器一样的东西 对吧 然后咱们先选择 他和他 啊 还有他 鼓励出来 从他的后面呢 再做一个长方体出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全部取消隐藏 看一下他放的位置对不对 对吧 他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好 他大概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呢 转换都可编都不行啊 不用了 咱们就就就这样吧 就放到这里好了 咱们后面的话就 这地方连不上咱们先不用管它了 OK 这边做完之后呢 转换能可编一个编程 啊 好 啊 这边呢 就基本上就算是 咱们暂时就先这样吧 就就这东西搞搞定了 咱们不去调那么细啊 咱们只要是 能把这种拼合的方式呢 掌握了就OK 啊 以后困难路比较难的模型的话 咱们以后再来讲 对吧 OK 这边是这一块的